- 字幕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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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Enter,歡迎收看Enterbox 今天我會用金士頓的XS2000這個SSD 來和大家介紹RESB3.2 Gen2x2這個規格 首先要達到這個規格 你的電腦、線材還有SSD 都要是這個規格的才有辦法達到這個速度 講到速度,它的速度跟一般的SSD不一樣的是 速度基本上會是兩倍 一般的外界SSD現在大多數都是1000Mbps的 像這種是可以達到2000Mbps 所以速度更快 不過像這種SSD它的價格也比較高 像金士頓這個目前2TB的價格是7000-8000左右 所以價格的確是高了一點 不過這部分除了你考量到它的效能 也要考慮到金士頓這款SSD它的體積非常小 然後它有一些額外的保護措施 以及它是金士頓的品牌 還有它的保固有5年 所以這個是可以綜合去考慮的 然後再講回規格部分 因為一般的SSD它的腳位的定義呢 只有一組的連通的通道 那像這一組的話 USB3.2 Gen2x2 它寫By2就是因為它有兩組傳輸的通道 可以去傳輸這個協議的資料傳輸量 所以它的速度可以到更快 如果你用了一般的線材 一般的USB-C的線 它是沒辦法達到這個速度的 那或是在筆電上 因為目前筆電基本上沒有看到 USB3.2 Gen2x2的規格 大多還是出現在近期的 新款的桌機的主機板 可能在中高階以上都會有 那就是在Intel跟AMD兩個平台 目前的普及率算蠻高的 但這個有一個比較奇怪的地方 就是大家都只給了一個孔 所以如果你要兩個的話 就沒有辦法 可以啦就是另外再買那個 PCI的擴充卡去擴充 另外我們頻道很多人是 Apple的使用者 MacBook Pro、MacBook Air 都是沒有支援USB3.2 Gen2x2的 但還有GIS Thunderbolt 其實還是沒有官方 所以呢 如果你把這個 USB3.2 Gen2x2插到Thunderbolt上面 不管是Windows還是Mac 它的速度就是只有1000MB而已 無法呈現出2000MB的速度 所以在選擇這類 USB3.2 Gen2x2的SSD的時候 首先你要考慮到 如果你是Mac電腦 基本上你沒辦法發揮它的速度 那在Windows上面的話 筆電目前也沒有相關規格的筆電 而桌機的話還蠻多的 但如果你是老舊的桌機 那就沒有辦法 那如果你只有一台桌機是這個規格 很顯然你把這個SSD 拿到其他平台的 在舊的電腦上面去安裝的時候 去使用的時候 它就存有1000MB的規格 那所以這點是大家 在購買的時候要考慮的 那我覺得金士頓這款它的特色是 它體積非常非常小 它比2280還要小 你可以發現市面上 許多1000MB的SSD 速度都不見得有做到這麼小的 這應該是我使用過的SSD裡面 倒數第二小的了 不過它還有一個特色是 它有這個矽膠 隨附這個矽膠保護套 所以我覺得這種保護套 對於在防摔或者是 防震動上面是蠻有幫助的 那在速度方面 如果你跟Thunderbolt比較的話 它大概只有Thunderbolt SSD寫一種的 大概7-80%的發揮 然後價格大概又差不多 沒有差太多 如果你自己會DIY的話 但是Thunderbolt的SSD 如果你接到USB的電腦 它是完全沒有辦法懂的 但是像這種USB 3.2 Gen2x2的好處就是 如果你不是USB 3.2 Gen2x2 沒關係 你插到USB 3.0或是3.1 它還是可以跑到500MB 1000MB的速度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這就是它是比Thunderbolt 還更有彈性的一個地方 以上就是這一期 簡單和大家聊聊 實物上怎麼去用USB 3.2 Gen2x2的SSD 那如果你有更多這個興趣的話 也可以進一步去查它的角位的定義 跟協議的制定這些細節 邀請您按讚訂閱分享 Enterbox 我是Enter 我們下期再會